他们从中国南来的时候 来到马六甲落脚的时候 也只能够从事捕鱼的生活 我们吃的鱼的来源 都是我们新华同乡所提供的 因为都是由他们捕回来的 百多艘的鱼船捕回来的 没办法 那个在风雨 让你来让你去的 就是拿面去剥的 捕鱼辛苦 意外什么时候会来 我们不知道 唯有自求平安 马六甲河的波光玲玲 如一幅悠扬的画卷展开时 我们仿佛穿越时光 漫游在这条古老河流的怀抱中 这条河水宛如文明的母亲 滋润着这片土地 成就了一段叠句风采的历史传承 同一个机关的人 他在同一个行业 那他都有一种垄断性的 现象的一个出现 当然所谓的垄断 他不必然是说 就是也只有这个机关的人 能够做这行生意 但是你会发现说 怎么都是同一个机关的人 就必然是在这个行业 他其实有一个道理 因为当时你想一想 你难下来的时候 那你基本上你到一个 人生地不熟的一个地方 不管是我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 或者是在当地来跟我接投 他基本上都是因为商业的目的才来 我可不是因为旅游就去了南洋 我是因为说要在当地讨生活 他需要的是一个信任 因为当时并不像我们现在说的 劳资双方之间会能够签个合约 然后合约谈不妥的话 我们能够把带上法庭 所以你可以不信任对方 但是你相信我们当时 你可以相信我们现在的 这整个的体系 但是当时候没有 所以当时候你要建立这样子的 一种信任 以便说整个的生产能够进行 也只有靠一个 是什么呢 就是你跟我是不是同路人 你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机关 那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机关 那它基本上就成为了 信任的契机 我父亲呢中国南来 我们的家乡是在中国古田 带头镇 鹅头村 那么这个鹅头村是在沿海的地方 他们到来南洋的时候呢 他们也只能够以海为神 就是说从事这个补鱼的生活 他们从中国南来的时候 来到马六甲落脚的时候 也只能够从事补鱼的生活 所以在这个同乡们互相牵引的那个时代 所以就把他们从很多的这些同乡 从土田的鹅头村里牵引到马六甲 所以你可以走遍马来西亚 三十二个鼠汇里面 从事捕鱼的 除了沙拉越 沙巴有一些 最多的就是在马六甲 当年的马六甲整条马六甲河 的河岸 所停泊的这些船只啊 都是我们普田 鹅头村的这个漁夫们的船只 所以可以说是算百的百多艘啊 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 所以马六甲主要的这个鱼的那个来源啊 我们吃的鱼的来源 都是我们新化同乡所提供的 因为都是由他们补回来的 百多艘的遗传补回来的 多的是那是遗传有百多者 那一出海的时候啊整个轰动起来 整个轰动起来 应该没有错是在八十年代最活跃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很活跃 那时印尼鱼的鱼很多 那时鱼也便宜 坦白讲不像现在吓死人的 现在讲到干梦鱼以前是穷人车的 我也在巴萨那个鱼来 一斤那是算斤没有算鱼肉 一斤一毛钱两斤卖毛半 现在你一鱼肉鱼干梦鱼 你这样有一天的嘛 我常常买我知道 一斤那二十多块钱 查一个天跟地 捕育人的生活是辛苦艰辛的 通常都没有有趣的事情 恐怖的事情就大很多 所以在海上作业 不只是面对天灾 暴风雨破轮 最主要的就是印尼的海盗 和它的那个境界 接近六十年代的时候 在印尼马印对抗的时候 印尼的一些比较野蛮的 通常都会侵略这些遗传 恐吓这些遗传 就是会把这些遗传的 船上的货品 跟鱼网之类的都拿走 因为它们有的是武器 它们有的是武器 根据我父亲所说的 那一代的海底的 这个遗量 在印尼那一代 会比较丰富 印尼的海军 如果抓到你 碰到你的时候 运气不好 被它碰到的时候 它可以说 你已经越过了领海 也可以吧 你是遇到印尼的 海军 抓人扣船 开枪打死 我们移民的也是有 以前也有发生过 从江被打死 一个也是有 反正都是你 你侵犯它领海 它抓你 开枪 我也是给它 拿个机关枪追 它用速度来追我们 我们一船就撕上跑 像蚂蚁这样撕上跑 看谁运气不好 就给它追 就是这样子信息 我本身给它追过 没办法 那个在风雨 让你去的 就是拿面去拨 做每个行业都是一样 都是有风险 坦白讲 我们最怕是遇到大风浪霸 还有这个海盗 或者是 因为你白天是海军 晚上是海盗 它有枪有什么 它精装一拖下来 就是海盗 它精装一穿 它就是海军 我遇过很多次 遇过很多次 遇过很多次 给它追 我们也跑到 奔阵的外海去抓 也给它追 不能够在海上妥卸的话 那么你遇船会整烧被它 连人带船 拖到印尼的海经济地去 那么你必须要 坐进监牢 而且你这边要找很大笔的钱 去把它赎回 把人赎回来 那个船是充公 你往什么全部充公 如果你人可以回来 已经是很幸运了 已经是很幸运了 海上有一到两三尺 吹大风 东西完全被它吹 被大风吹掉 虎鱼辛苦 看到印尼的船出来抓完 一方面我们在火船路 把火船创到 马利加海峡 是一条非常繁忙的旁道 渔船也面对到货船的威胁 如果不小心的话 那个货轮如果一走过的时候 整排的那个鱼碗就不见掉了 螺旋会把它鱼碗全部割断 那个鱼碗就任由它飘去了 飘走了 所以你的损失就非常的长重 他们讲他们赚钱也不容易 你想要这个肩膀点住 那个财商一天到 你都要推 这样拿出来推 我看来也辛苦 我必须也辛苦 开始的时候 工程师的时候 又要摇鲁了 这样也摇出去 也摇出海 那个鱼碗 都这样子熬过来了 这些问题呢 每个父母亲都是爱自己的孩子 他们哪里还会再把他的孩子送上渔船 就不可能了 是尽量不可能的 我们的父母亲没有寻口跟你讲过 这样悲痛的话 但是他们用在心灵上的寄托 什么 拜神 求神 求神明 出海前 我们家里的当然是拜一些 大伯公 观音娘娘 甚至我家里的拜是拜一个李东兵 为什么会拜李东兵 就在我们的这个沿河旁边 前面一点 有一间李东兵庙 李东兵庙 移民的遗传全部停破在这条河岸那边 所以最靠近的神庙就是李东兵庙 每个人要出海的时候 都去李东兵那边上一柱乡 保佑平安才出海 意外 什么时候会来 我们不知道 唯有自求平安 向神明祷告 自求平安 我这一趟出海 顺顺顺利利回来 疑惑 有的收获 他们都已经很满足了 有一个晚上 某一个晚上 天气很好的时候 跟哥爸爸出海一次 钓鱼 真的是补鱼 天气很好 那是那种远洋鱼 还是 不 哪有远洋 这个时候只是比山半大一点而已 我想像台湾那种远洋鱼船 对 对 我们这边的鱼船 很小的 只是比山半大 远洋鱼船 后来就开始是超风的 后来就有一个引擎 引擎大概也是几马匿 不超过十马匿 很小的 那是净海捕鱼吧 净海的 那么我们用的网是那种 那种跳网 放网下去 就等几个小时 看有没有鱼 收网 然后就收网 这样 我的体验就是 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 什么名字 那个网 那个时候我们还小 还在督小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出海那一次 是在武裕岛的外面 不远的地方 那么马六甲的遗传 也是 它能够出的地方也不大 因为靠近马六甲海峡 一到中线 中线又是游轮经过的 你会被你经过 所以很多船 就给那个 因素打船创 甚至是网 网就给它拉掉 所以很多飞机 有很多飞机的发生 看不到的 新货人他们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看到 都是PEPA 零件的 实际上呢 很多新货人 他在做这个零件销售之前 他们早期设计 是脚车店 当然也有一些是 当苦力了 但是在马六甲的 就还有 渔民或是 跟渔业有关的 这个行业 目前大概可以知道 马六甲的 新安人 是有设计的 行业渔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马六甲 1950年之后 有出现了一个 这个合作社 我们叫做 新安遗业合作社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出现 当然这个组织出现 让我们看到 马六甲有遗村 但是好像没有一个比较 集中是所有都是 新安人的遗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新安人在马六甲 它并没有形成一个 如果是从事遗业的 全部都聚合在一起 它是比较零散的 但是就是有一批新安人 除了在这个轿车行业 林间行业之外 它也有从事捕鱼行业 或是从事跟鱼有关的这些行业 我知道是我父亲那一代 有几个 有几个 我父亲是美俊 吴美俊 那时还有很多老一派也过世了 我知道那时候他们有几个 有在那边讲 提议起成立合作社 不成立合作社也是麻烦的 真的人这样多 一盘山沙这样子 那我们有什么事情要找谁 对吧 那是以前的合作社很危险 不是这样子 这边很忙的 这边收钱的财富 有做账 做大账的 全部有楼下 有卖门市 我都来买东西 那时候我没有在抓衣的时候 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就来这边买黑衣物买东西 常常有来买 那时候的时候 人没有增加 到现在也没有增加 就是2204位罢了 2204位 其实有很多没有参进来 但是真正参进来 就不止这个数目 新华黑作社里面 性无的社研的成分 也非常高的 很多很多 所以好像这边也幸福 我也是社研 因为我爸爸是姨夫 所以我继承了他的股份 好像我父亲也转案给我们 这样子 要签转案 转案给孩子 他有在的时候 他签我们拿放回去填 填料 他签名 我现在各个孩子 就这样子 虽然说捕鱼每个月度 有两个鸡 一个小流 一个大流 他们叫做流水 出海捕鱼的三五天过后 回来 其他的一个礼拜 你就是要整理你的鱼碗 这些东西 船上的东西 所以来填补一些柴油 冰块之类的 那么在下一个月的 下一个半月的时候 又再出海捕鱼 没有那边鱼船一靠岸来讲 鱼货一上来 他们就标了 头盘就标了 给那些鱼饭子 鱼饭子 那是鱼船 你看一下他的鱼船 这个还是香到新粉的鱼船 旧粉的鱼船是扩头的 扩头的 这个比较新粉的 马六甲捕鱼的鱼碗 的规格 通常都只能够捕的是 比较前海的地方的鱼 所以就是马椒 西刀鱼这些比较多 在1956年 这些鱼夫 就懂得组织起来 它也是前马第一个组织 新化鱼业合作社的一个族群 制造 特别的制造 他们我们有一个制造 可以借贷 可以信资金 可以借贷这样的合作社 到现在这个合作社还保存 还在 那个是在1956年 就成立比我们国家还早成立 那么那个时候就是 移民大家互相照应 移夫你就知道咯 他们平时也没有钱 出海的时候买 买粮食啊 冰块啊 什么啊 柴油啊 就去跟合作社 一共 设账 设账 那么你出海 回来的移货 就由合作社去批发 卖出去 那么就扣你的这个 你拿的货品啊 这些必需品啊 成立的时候的目的 是想把同乡团结起来 那么可以有什么困难 或者是可以帮忙解决 有什么 比如说纠纷啊什么东西 多多少少 小小的纠纷 或者是想可以帮到移民什么东西 还有就是在比如说经济上面的问题 或者是可以出手帮 帮忙这样子的 它的目的就是这样子的 环节移民 如果有移民的话 它的渔网不见了 或者是被偷了 或者是被轮船割走了 漂走了 那么它要补回这个渔网 一时间拿很多钱出来 买那些渔网的话 可能是一个负担 那么唯有的办法就是像合作社 你是合作社的会员 你可以向合作社寻求购买这个渔网 但是是以设账的方式 就是说每一次移货回来扣多少钱 就是这样子慢慢扣 这个就是 所以我们的新化移业借贷有限合作社 为什么要加这两个借贷 就是说移民有辛苦 会员有辛苦 可以向合作社寻求贷款 合作社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起做了很广泛的作用 所以合作社来讲 对于移民来说 是一个保障 是一个保障 是一个生活中的一个小保障 当初我们毕业 合作社还有巴萨有做投盘的生意 那时印尼的鱼很多 那么有投盘的生意 还有店面下面也就开 有卖点好像鱼业的东西 鱼串的东西 鱼网啊 黑鱼什么东西都有 鱼石也是有 鱼串所要用到的东西都有 也包括在新安会馆对面那个冰厂 出生产冰块给遗传用的 那时在做这样成立的时候 那时也是积极了很多个老前辈 包括我父亲很辛劳的 每个都是任劳任厌的 薪水又低 我听讲几十块钱一个月薪水 当初的钱大了 现在钱就小了 那么鱼和做社的功能 主要就是提供好像讲借贷啊 因为他们要需要很大的冰块 还是什么 保存这个所补上来的那个鲜鱼 因为他们要 可能需要补几天之后才能够回来 所以他们要保鲜 所以需要这些大块的冰块 还有遗传 万一有损坏啊损失啊 他们都需要这个合作社的协助 贷款还是什么 还有它的鱼网啊 有时鱼网不见掉了 可能因为各不小心在丢掉了 丢失了在海上 所以他们要去购买的时候 就通过这个鱼业合作社来做 合作社的这份的这个 为社员所提供的这些服务 去工作 有时缺用到鱼网 我们不是跟它拿先咯 还来扣账咯 我们把鱼收货 交给我们的新化鱼业合作社 去收卖的话 当然不是 卖鱼不是说现在马上就收卖 就好像巴萨鱼 一斤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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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鱼货卖了过后 筹一个大个巴仙给合作社 作为经费 合作社就是用这些移民的这些 收获的鱼货的巴仙率款项 来维持整个合作社的运作 要发展马里加河 要美化马里加河 就把遗传一赶 赶去海边那边 那个红星灯那边去放 我就一赶了 我讲完了 这个一弄好 遗传回不来了 真的给我们一三二斤斤斤 不给你回来了 但是在赶出之前 马里加河已经差不多是空荡了很多了 所剩无几了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慢慢的 那个遗传老一辈的退休了过后 那些遗传有的可以变卖的就变卖掉了 所以就没有那些年轻人来接受这些遗传 所以变作整个行业来讲 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已经走下坡了 捕鱼的生活已经开始慢慢退出了 马里加河的捕鱼的行业 那么唯一流传下来的就是 马里加河新康与业合作社还保留着 在巴沙有一个汤位 就是售卖鱼的 跟印尼鱼商引进这个印尼鱼 再把这个鱼批发给二旁商去售卖这些鱼 在马六甲河畔 曾经喧闹的渔业已随着时代潮流而消逝 和船上渔民的吆喝声再也不见踪影 如今马六甲随着时代前进 迎来了崭新的篇章继续流淌 拥抱着崭新的使命和历史进程 这是一座城市在变迁中 幻发新的魅力 见证着时代的风起云涌 我们横过去你看看 我们在十一二岁在那边玩耍 到现在我们七十多岁的人 所以我们往事不堪回首就对了 想起以前移民的时候真的是很惨 坦白讲 有的处处从我听我父亲讲 从中国过来的时候 船费都没有 还要还期 好像我们这边设计这样子 这样子来弄 达到今天 那时人口也不是很多 到现在目前人口也相当多了 每个开支商业也这样计算过去 我们也一般老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